主爆巨场之心 拥有性胆红色圣痕 又一个得爷跳舞的女人 尼路的人气毋庸置疑 就像此时评估前的弹幕一样的多 大家好 我是五叫 别人看尼路不歪 视频将从这六的方面给大家讲解 它最后一定对你有所帮助 东律制作的三是 费心 费力 费时 费钱 看在我这把手冲都用了 给大家抽入尼路加专舞 第一时间做出东律的份上 得了三连回回血吧 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端有支持 正中角色东律 请到逐页寻找 视频看以前 现在要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诸说三连端注 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镜 十连三斤 每次抽到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感谢各位大家的支持 一 觉得定位养成素材 尼路 五星水系当了一件角色 定位战场断水复兮 或后台断水辅助 在特径的调研下 可以改变水少战化反应 使全队获得争议的辅助型角色 简单来说就是 尼路是机制强化辅助角色 只能增强远战化反应 有点 一 机制较为新颖 尼路是第一的机制辅助的角色 可以将远战化转化为离战放 所以只要战放反应能玩 那么尼路就能玩 不用担心他会堕食 二 毕业相对容易 因为战放反应不能暴击 而且只是角色的等级而元素精通 所以养成相对容易 不用堆那呆死的双暴磁条 缺点 一 派对不成熟 说简单点 就是要等于的刀平稳定断草角色 才能体验出尼路的强势 以目前的草异角色来说 没有一个非常适合尼路的 就跟赛弩一样 二 派对相对度定 想要尼路的天赋生效 这两个人整个是 尤其也仅有随小角色 三 令座与天赋机智不合 令座更多的是增加尼路智能伤害 并不增加尼藏方的伤害 如所事 为尼路升至八二级六六的天赋 以及九二级四四天赋所需要材料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顺便点赞 想要退出收集帕地杀兰小伙伴 可以套我这期帕丽沙兰 端速采集视频 二 进行讲解 天后解析将你推荐 普通机显越五步 普通会打出连续三段的剑机 动作成三次伤害 其中第三段非常的优雅 打出时 尼路还会闭着眼睛 十分俏皮 这种机是进行一次旋转斩机 结束后也是会有一段 独特的收到动作 优雅 实在是太优雅了 元素战机七一五步 试换后 基于尼路的生命值上限 对身边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获得偏转状态 持续10秒 吸低18秒 处于偏转状态下 会登具你接下来的操作 获得两种效果 一 炫五步 四段翼会生成一个水环 对身边的敌人持续多少水 使用持续12秒 有点练色于巴巴拉的翼 不过他不会得自身多少水 没有内队的腾能 但是也不会治疗队伍 二 剑五步 翼 AAA 则是会闪成一道水月 有点类似于散热的杜荒之雷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获得导月效果 持续8秒 导月状态会为你录 施加以的类似于水父母的效果 在持续时间内 普通都会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在最后一段普通失望出水月 断一两种状态 如果选择到问题 需要讨论的是 你录站不站场 站场就选择水月 不站场就选择水环 断一你录的元素战机 我们有以下7点需要注意的 一 元素战机获得哪种效果 只取决于第三段东机 以拳两段东机无端 也就是说 你录音AAE生存水环 你录音EEA生存水月 不要建议EAE或者EAA 这样你录的伤害 长刀最大化 二 有数战机 第一段随机踩一到两球 其他的三段 不管是E还是A 都会镀进踩一球 三 剑舞步的伤害 会比旋舞步震刀 四 翼竟然抬起 或者或者倒跃状态后 你录无法释放重击 并且没有办法退场 退场就会导致进而失效 如果你选择的是生存水环 那么水环生存后 尼录是可以进行重击的 五 导游状态下的尼录 普通都计为元素升级的伤害 六 季剑可以重置E技能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EAE 接EAAA 实现两种状态动存 七 试换E技能释放了时 会提升尼录的探存效果 元素包括浮连舞步 远梦凌全 由于最初躲到玩家XP的动画 基因尼录的生命值上限 造成大化为的水元素伤害 并为敌人附加 勇士流冕状态 短暂延迟后 这个延迟差不多有两秒左右 处于这个状态下的敌人 会暂时受到水元素伤害 需要70点冷量 CD18秒 两段伤害都会给敌人施加水元素附着 渡者天物 折旋诺英之亭 你入最核心的天赋 也就是你召唤的来源 会为所有角色附加金杯的风退状态 持续30秒 处于金杯的风退状态下的角色 受到草原素东击后 会全队提升100点元素精通 这边的草原素东击 并不一定要敌人造成的 草原核造成的东击 也得触发这个效果 还可以将远段化转化为泥杖化 产生的草原核转化为泥原核 并提升伤害范围和爆炸时间 拥有这个状态时 你入的周围会有一些染色的光芒 需要注意的点有四点 一 队友中只能有水和草原的元素 而且水和草原的元素都要有 比如你想放的温敌进去巨断 那这个天物效果就会直接失效 二 凌元核的伤害范围和班里特大都差不多 而且几乎是秒炸 什么代念呢 就是不断里产生了多少的元核 只要产生了就会炸 三 凌元核不能产生超阵放和列阵放 不过这的好像就有点化石添足了 队友中只能带水草 难道套环境和元末的技能来实现吗 四 生成的凌元核计算为正常反应伤害 上来类型属于草原核伤害 不过无法为敌人附加草原核附着 也不会暴击 绝对伤害的主要是尼陆的天赋 以及绝对的精通 草涛的减烫也可以提升尼藏王的伤害 杜友天赋偏武勇士之梦 基因尼陆的生命值上限 提升尼元核的伤害 每1000点额外生命值提升9% 最多提升400% 看起来这增伤似乎非常的同步 但是它不是无门版的提升 而是尼陆生命值大于3万后才会生效 也就是你需要一直堆叠生命值 生命值越多 这天赋点的增伤就越多 想要吃满这个天赋 尼陆需要有7万5左右的生命值 在没有装武的情况下 想要达到这血量非常的难 杜友天赋 百欲连载 完美喷喷冒险类植物时 有代率获得两倍产出 他还真的只有一个老婆不会煮饭 总结尼陆最核心的机制 就是元树战机配合天赋1 将原状化转化为理藏放 元树爆发的作用比较小 实际上特放特不放 普通对于尼陆来说没有什么用 正常一套的也是元树战机的倍率 而不是普通的倍率 所以我特来的天赋加点推荐为 元树战机大于元树爆发大于普通 推荐点字1档9档6 不需要尼陆的伤害 甚至可以完全不点 3.命中解析 都要没有想解 1命都要命中 尼陆的元树战机会有提升 首先是水月所造成的伤害 提升65% 其次水环的持续时间延长6秒 总持续时间达到18秒 即使我这种命中后 不仅可以提升尼陆战争时的伤害 但是可以实现无缝断水 2命都要命中 在异技能金掰的风退状态下 角色对敌人造成水元树伤害 会降低敌人35%的水烫 这套反应对敌人造成伤害后 会降低敌人35%的炒烫 据说2命的尼陆就自变 减炒烫的效果甚至比炒烫还强 而且是双减烫 减烫那才是比真伤还到对的城区 大家都知道 尼陆绑死水岛配对 所以2命可以直接提升全队伤害 3命元树爆发提升3级 4命元树战机第三段命中敌人后 会有尼陆恢复15点元树能量 还可以提升尼陆大招50%的伤害 可以很直接的提升大招的充能和伤害 5命元树战机提升3级 6命都要命中 基于生命值提升双爆 每1000点生命值 可以提升0.6%暴击和1.2%暴击 最多可以提升30%暴击和60%暴击 对于尼陆智能伤害提升极大 且门场较低 只需要5万血就得吃满 相比起天吾暴 7万5才能吃满 也是比较容易就得达到的 总结 1命全面提升尼陆战场和后台辅助的能力 2命可以直接提升全队伤害 4命不仅能优化尼陆大招循环体验 但是可以提升大招伤害 6命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尼陆多带来的暴击和暴击和暴击头 对于尼陆自身伤害提升较大 但是对于尼智能的提升就比较小 毕竟草原盒不会暴击 除非以后的草原盒可以暴击 6命才对尼智能的提升较大 所以我得人建议是 只想玩智能体系的 0命吉特 1命都好 2命最佳 既追求理造的伤害 又追求理路智能伤害的 那就只能冲6命了 4武器推荐 圣服选择 5型武器 首推5型武器 险胜之药 负责药提升66.2%生命值 武器特效是 元素在即命中后 可以加生命值转化为元素精通 最多特叠三成 有0.3秒的内置CD 在特效成数叠满后 还会记忆派遣者的生命值上限 为对而提升元素精通 其次是仓堵自由之势 负磁条提升元素精通 5型特效不仅可以提升 领入的输入能力 辅助能力也能获得不错的提升 最好是盘元节律 负磁条提升暴击率 5型特效不仅能直接提升 派遣者的生命值 还能将生命转化为东击 折异效果也是比较4人领入 毕竟在5型武器中 除了显身之药外 加生命的就只有绿剑了 4型武器 首推西服式的越多 也就是新出的4型大武剑 负磁条提升元素精通 5型特效是元素精通转 元素充能效率 还会为队友提升元素充能效率 两个磁条都是非常有用的 元素精通可以有效的提升 离中的伤害 元素充能效率 可以医化队伍的整体循环 其次是铁风刺的元木刀 先说铁风刺 相信有万一的玩家 对这把武器并不陌生 负磁条提升元素精通 5型特效可以提升 领入的输出能力 然后是元木刀 负磁条提升元素精通 5型特效是在触发草气相当反应后 那尼路可以同时拥有一技能的两种状态 然后就是三星武器 尼路神剑 这所谓三星武器得到身怀绝技 尼路配戴尼路神剑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直接提升尼路的输出能力 尼路神剑作为一把三星武器 唯一的缺点就是白质太低 但是尼路不吃白质 所以得尼路带也是非常不错的 圣油推荐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还没有十分适合尼路的圣油套装 未来特期加异 建议大家2加2多度 两天套效果竟然选择元素精通和板笔生命值 比如二月团二四金 二月团二千元等组合 如果为了追求尼路自身的伤害 你得选择带水伤 主持要推荐 生命杀或者精通杀 生命杯或者水伤杯 双爆头或者生命杯 为满命时建议生生生打存辅助 满命时可以逃离生水豹 来提升尼路自身的输出能力 副使要推荐 为满命时板笔生命值大于元素精通大于双爆 满命时双爆大于板笔生命值 大于元素精通 具体的剩佑才要选择 还是要登具自身武器 自身面板 剩佑的副词条 以及配对打罐来决定 如果还有不懂的 欢迎在弹幕的评论提问 我会第一次回复的 相信都会到游乐清 棒解了的 5.配对思路输出手法 凌路的天赋 注定他绑死战化体系 就目前的战化反应效果 奶妈味肯定是要有的 不然打打的都还没打死 自己就先被炸死了 而且这个伤害你还不能躲 躲吃不到天赋的增长效果 目前草吸没奶妈 水吸的奶妈只有星海和巴巴拉 比较建议的是星海 因为星海不仅奶量邓足 堕水能力也邓强 还有一地的战场能力 剩下两个草一角色 有三种选择 草主加特莱 草主加廷亚里 廷亚里加特莱 经过测试 最适合的还是草主加特莱 但廷亚里也不是不能玩 但是廷亚里不打激化的话 伤害太低了 所以目前版本最适合 尼路的配对为 尼路 星海 草主 特莱 组成双水双草队 双草斗眉 提升全队精通 双水斗眉 提升全队生命值 原来效果 对于队友类的角色 都是十分有用的 没有星海 可以上巴巴拉 后续有新的草海角色后 也可以将星海 换成行丘或者夜蓝 草主和特莱这样的位置 在未来有其他邓适配 尼路的草一角色时 可以选择替换掉 这种制装 可以尼路战场 也可以星海战场 所以我们分为两种情况 讲解输出手法 一 尼路战场 操组E2 释放草联灯 提升后台断草 同时为战争角色 提升精通 接着其他星海 释放E技能 提升断水治疗 再其他特莱 释放E2连招 提升后台断草 和元素精通加成 最后主角尼路登场 释放EAAA连招 为队友施加金掰的 分退状态 并将远状化反应 转化为尼状放 接下来就是战争普通 直到E技能结束 接着开启下一轮循环 二 星海战场 尼路释放EAAE 为后台断草 做主杯的同时 为队友施加金掰的 分退状态 接着其他星海 释放E技能 提升治疗和断草 再其他操作 Q1连招 释放草年灯 然后其他特莱 释放EQ连招 提升后台断草 同时为全队加金通 最后其他星海 释放大招 战场一直浦动 敌密尼路 建议放弹后台断草 战场的重任 交代星海吉特 大家可以登记 自己的角色形状 来选择搭配 有什么觉得更好的配对 也才在弹幕等评论说的叹 有其他问题 也才在弹幕等评论提问 我以第一次回合复的 相信都会到游乐星爆假的 6 抽取建议 培养潜力 尼路的强度 肯定是不低的 只是因为体系还没有完善 也没有一套专属圣物 所以目前他要去有点拉 但哪怕是断草于星海 都能被射后层移动的新的神像 所以喜欢尼路的 是可以放心抽的 未来绝对是可期的 我们先来说说他的强度 大家好好想想 由于强化机制的服务角色 还在配置上有极大的限制 如果策划还敢在他的强度上下毒 之后还会有人敢冲吗 你敢冲吗 我肯定是不敢冲的 我这为了给大家出动略 手术双倍全用了 钱包已通 还请多多三连 让我回头选 好了回到正题 再来说说体系的问题 成员就是目前的水系和草溪角色 都没有剧断能力 也没有护盾角色 打散断 打boss的时候有多难受 不用我多说吧 想解决这些问题 那就只能期待之后出水系和草溪的 巨断护盾角色了 最后来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知道 原状况反应玩不了 鲤鹿的出现 就是来拯救原状况反应的 那如果你不抽鲤鹿的话 也就基本道别状况体系了 所以我当然对于鲤鹿的整体评价是 强度还行 且未来特期 对鲤鹿的抽取建议 我方便推荐抽的人群和 不推荐抽的人群 首先是推荐抽的人群 1.差别党 觉得鲤鹿好美 得多加血 我都抽的 2.特朗 抽出鲤鹿和圣险之药后 还要预算抽草神的 3.未来党 觉得鲤鹿的未来很突然就到 不想等很久附特的 4.新王法党 想组完状况队的 5.新体验党 谁亂杀 无欲无求 想体验新角色的 不推荐抽的人群 1.只能抽一个灵命鲤鹿 且后面对抽草神没把握的 2.不想玩状况体系的 3.注重角色性价比 又注重角色低命强度的 最后再多说一句 如果探中抢中的话 未来特期就未来抽咯 毕竟原生的宝队 肯定要花在 信仰比最大的角色身上了 好了 以上就是 你用了超级毕业 端数小程冬略 冬略制作的杀子 费心费力费时费钱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不要忘了 三连关注点赞 你的独立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最后当然是要送上一波 欧气祝福 祝所有三连 端注点赞小伙伴 小包里不哀 想让角色武器 通通报为家 我会持续召售 更多更有趣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 三连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